台湾资深艺人高凌峰十七日晚病逝 享年六十三岁 十八日儿子宝蒂 家人们一同现身 捧着排位怡灵至暂时的追思灵堂 陷气金友章也随后陪伴 不过面对媒体提问 他们不发抑郁 神情哀气 好友于天张帝随后到达 于天双眼浮肿一脸眷容 他透露昨天哭了一个晚上 对于高凌峰未完整的演唱会事宜 众人开会决定照常进行 演唱会里头有23个演艺人员 维持目前这个状况 但是有可能就是希望 有其他没有加入的这些演艺人员 想加入我们也很欢迎他们 演唱会其实也是他自己最后的心愿 等于可以说是他 没有去没办法完成的心愿 那就由我们这些老兄弟替他来完成吧 儿子宝弟也表示会和前辈们一起 打理父亲后事 及完成演唱会 爸爸跟我说不能在他面前带人类 包括现在 他在我身边 我相信 他跟我说要坚强 一定会是用爸爸最经典的 经典的歌曲来诠释这样子 雄亥玲在坦记高凌峰离世前的日子时 情绪激动 说必哽咽咽痛哭 他昨天走得很安详 我们都觉得他在微笑 后来宝弟 我们在电竞的时候宝弟 休息的时候宝弟跑来跟我讲 阿姨阿姨爸爸在笑 我们又冲过去看 真的高大哥在笑 真的非常非常的平静 他走的时候 虽然高凌峰生前债台高中 不过他在厦门投资的店面生意很好 以后店铺也将交由儿子经营 东星娱乐整理报道